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村子里转摇 不到半天的功夫 两个担子的烧饼就卖得一干二净 他数着钱袋里的碎银子 心里乐滋滋地想着 等我再攒点 就能给弟弟娶媳妇了 潘江的身世可怜 打小时候父母就过世了 只留下他和弟弟攀文相依为命 家里只有一个带小院的三间小屋 一间做厨房 剩下两间就是两兄弟的简陋住所 潘江比潘文大八岁 他为了养活弟弟 自小就没少吃苦 好在他以前跟着母亲后面 学了一手烙烧饼的手艺 靠着勤劳的双手 两兄弟也能勉强度日 家里虽穷 可潘江从来没有亏待过弟弟 总是把最好的都留给对方 然后自己吃糠宴菜 没有一丝怨言 等到潘文八岁时 潘江决定让弟弟去学堂读书 这样将来考取公民后 不仅能光宗药祖 还容易讨媳妇 潘江是一个可怜人 相貌非常丑陋 大脑袋 厚嘴唇 蒜头鼻 还有点歪邪眼 几时这样也就罢了 大概是他从小干多了 那种苦活累活 因此到了十五六岁的年纪 身材确实有些短小 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孩子 不过略带沧桑的容颜 将他的年纪暴露无遗 古时候 像潘江这般年纪 家里都开始四处说亲了 不过潘江这样的条件 又有哪家姑娘能看上他呢 潘江也看得明白 他这一生也不指望能娶个媳妇 只要能把弟弟潘文养大成人 然后看着对方成家立业 他心里也就知足了 潘文知道哥哥的苦心 因此读书非常用功 十二岁的时候便考中秀才 成为了村里最有出息的人 不过潘文的志向远大 一个秀才不是他的目标 既然要光宗要祖 那么就肯定要考中会试和电视 将来去朝中做官 这一年 潘文十六岁 哥哥潘江已经二十出头了 潘江如此卖力地卖烧饼 就是希望在弟弟进京赶考前 给对方娶个媳妇 好让这个家里多些生气 也让潘家的香火后继有人 他每次卖完烧饼 都会数一遍赚来的钱 然后把这些银子 小心翼翼地攒起来 既要给弟弟娶媳妇 还要给对方 被足进京赶考的盘缠 今天卖得快 可以回家早一点 这样就能多喝一些面粉 明天又可以多卖点银子 很快就能攒够钱 给弟弟娶媳妇了 潘江挑着烧饼担子 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瞧见街边上 有个姑娘跪在那里 哭哭啼啼地 好似受了天大的委屈 他走近一看 问了旁边围观的人 才知道姑娘叫陈湘娥 因为父亲去世无浅安葬 所以在这里卖身葬妇 看到这里 潘江眼前一亮 瞧对面的姑娘模样标致 身段窑窍 如果他买回家给弟弟做媳妇 倒是非常合适 于是他用力挤到人前 咧嘴笑问道 我不识字 你父亲安葬需要多少银子 陈湘娥听到有人打算帮自己 抬头看到了对面的潘江 眉头轻轻一蹴 不过还是开口说道 三两银子便可 家里还欠了些银子 潘江心里嘀咕了一下 自己攒了大半年 差不多也有三两银子了 想到这里 他对陈湘娥说道 你在这等着 我回家去取银子来 潘江说完 火急火燎地离开了 路上不小心撞到 隔壁村地主家的儿子西蒙嘎 娘的走路不长眼呢 西蒙嘎喝赤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不小心 你大人有大量 潘江赶紧从地上爬起来 不停地向对方道歉 西蒙嘎见潘江那五短身材 长得又歪嘴斜眼 一看就是好欺负的主 于是逗去道 你现在已经撞伤我了 找你赔银子 你定是没有 这样吧 你从我胯下钻过去 今天这事就算了 西蒙少爷 这 您不是欺负人吗 求您放过我吧 潘江见大家都围过来 准备看笑话 脸上有些发烫的求情道 哼 让你钻 已经是开恩了 光大爷我身上这件衣服 你就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 西蒙嘎冷笑一声 并没有打算就这样轻易放过对方 眼看路人越来越多 潘江有些不知所措 再耽搁下去 如果陈香鹅被其他人买了去 那就后悔莫及了 普通 潘江走在大街上 当着众人的面跪到地上 然后低着头向对方爬过去 那不是潘家大郎吗 怎么连人家的胯下也钻 有人在底下小声议论道 他惹了西蒙少爷 这是能善了吗 另一个人接过话说道 得了 咱们接着瞧热闹 路人有说有笑 皆是一副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潘江忍着屈辱钻过去以后 那西蒙嘎又一脚踩在他的身上 满脸不屑地说道 这就对了嘛 以后只要有我在的地方 你就给我躲远远的 别让我再见瞧见你 一脸晦气 潘江躺在地上 闭着眼睛 屈辱的泪水顺着脸颊流到地上 听到周围的人散了 他才知道西蒙嘎已经扬长而去 哥 哥 你怎么了 快起来 潘文听到邻居的报信后 放下手中的书就赶了过来 弟弟 我没事 你不在家好好读书 来这外面做什么 潘江抹了一把泪 洋装无事地说道 哥 我都知道了 我现在就找西蒙家说理去 这也太欺负人了 潘文义愤铁鹰 说完就往西蒙家的方向走去 你站住 我不准你去 潘江一声断鹤 一把拦住了对方 哥 这天下难道没有王法吗 潘文愤愤不平地说道 弟弟 哥受多大的屈辱不重要 你好好读书 将来做了大官 要为老百姓做事 这天下也就有了王法 现在你去了也无济于事 只会让他更猖狂 老百姓以后会更害怕他 潘江说完 挑起倒在一边的烧饼担子 然后拉着弟弟往家走去 哥 我一定会好好读书 我一定要做一个为老百姓主持公道的好官 潘文看着哥哥 这一刻的目光变得无比坚定 快回家 哥哥有好事跟你说 潘江想到陈湘娥还在等着自己 刚刚受的那些屈辱 似乎都忘到了九霄园后 等潘江回家拿了银子 和弟弟一起回到陈湘娥那里 所幸的是 对方还一直等在那里并未离去 潘江指着身旁的弟弟对陈湘娥说道 这是我的弟弟 陈湘娥抬起头 眼里露出一抹惊讶之色 他很难想象眼前这个身材高大 长相秀气的书生 真如对方所说 是一对亲兄弟 潘江笑着说 你别看我长得丑 但我这弟弟确实英武帅气 而且他还是个秀才呢 陈湘娥看了一眼潘文 脸色有些羞红 心里想着如果自己能嫁给这样的男人 该有多好 潘江说完 从怀里掏出三两银子递过去说道 这些银子你拿着 该知办什么就去吧 我让弟弟陪你去 潘江这样做 是想让弟弟在对方面前留下个好印象 等陈湘娥将父亲安葬后 心甘情愿地嫁到潘家来 待潘江走了以后 潘文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 他是认识地上那些字的 如果大哥花了钱 那么眼前的陈湘娥就是自己的嫂子了 待我将父亲安葬好 我就跟你们回去 陈湘娥说道 哥哥虽然其貌不扬 但是心地善良 将来他肯定会对你好的 潘文帮对方一边收拾 一边说道 陈湘娥没有说话 既然自己是卖身葬妇 对方花了钱 自然是不能再反悔的 不过他心里想着 若是嫁的人是眼前的潘文 那该有多好 两人忙活了一天 陈湘娥将父亲安葬后 便跟着潘文回去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 潘江为了庆祝 特意烧了几个菜 他见大家都坐下后 拍着桌子笑道 今天是个喜庆日子 我们家又多了一个人 从今以后 湘娥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你们两个以后 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潘江的一番话说完 另外两个人都愣住了 陈湘娥心思敏感 率先明白过来 她脸色羞红地低着头 内心却是忍不住窃喜 原来潘江将她买回来 是做嫡妻妇的 害她一直担心要嫁的人 是相貌丑陋的哥哥呢 潘文知道哥哥的煞费苦心后 却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毕竟哥哥的终生大事 还没有解决 他又如何娶亲呢 想到这些 他拍着桌子大声说道 不行 我不同意 湘娥是哥哥花钱买回来的 理应嫁给哥哥 胡闹 湘娥多好的姑娘 嫁给我岂不是糟蹋了 你马上就要去赶考了 这件事哥哥做主 就这么定下来了 潘江板着脸说道 潘文看着哥哥说道 这是我不答应 自古便有长用有序 爹娘不在了 我如何能在哥哥 未成家前先娶亲 弟弟 你听我说 潘江知道自己没有提前商量 弟弟必然是生气了 赶紧拉着对方解释道 哥哥 你不用说了 湘娥嫁给你以后 她便是我的嫂子 长兄如父 长嫂如母 我今后会好好孝敬你们的 潘文说完 饭也没有吃一口 便回房间看书去了 陈香娥在一旁听两兄弟吵完 心里很是气恼 她迫不得已卖身脏腹 本来已经够羞辱了 刚刚两兄弟把她当作一件东西 推来让去的 又叫她情何以堪呢 香娥 你别生气 我再去劝劝弟弟 潘江起身对陈香娥说道 陈香娥眼里带着泪花说道 我没想到你们把我当作什么人了 若不是爹爹走得早 我何必要受你们两兄弟这样羞辱 既然她不肯娶我 我又是你买回来的 那我就做她嫂子便是 陈香娥也觉得气愤 她对自己的姿色和身段一直很自信 却没想潘文如此不识好歹 竟然连多看她一眼都不愿意 想到这些 她便决定嫁给潘江 既然潘文都说了 长嫂如母 到时候她就可以好好地出出气 潘江刚走没两步 听到对方刚刚说的那番话 回过头一脸吃惊地问道 香娥 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吗 你愿意嫁给我吗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若是连你也不肯娶我 我还不如一死了之 陈香娥边哭边说道 潘江见对方哭得伤心 起身要拿脑袋撞墙 赶紧一把拉筑说道 哪有的话 你肯嫁给我 我欢喜还来不及呢 经潘文这样一闹 潘江无奈之下 也只好答应娶了陈香娥 成亲当天 潘家还邀请了左邻右舍 算是正式将陈香娥 娶进了门 大家得知陈香娥 愿意嫁给潘江后 心中也是大吃一惊 表面上虽然祝贺 但是心里都在说 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潘文看到哥哥终于成家 心里替对方高兴 他知道哥哥新婚 自己留在家中多有不便 于是第二日便向哥哥辞别道 哥哥 我与同窗约好在京中相会 所以得提前走了 你们在家中照顾好自己 等我高中的好消息 潘江得知弟弟要提前去京城赶考 赶紧将自己攒的银子 拿出来递过去说道 弟弟 这些银子你拿好 在外面风餐露宿用得着 潘文摇头拒绝说 哥哥 我身上还有钱 我平时也做了一些诗话 一路上还可以卖一些 你和嫂子新婚 以后还要生儿育女 花钱的地方多着 你且为自己留着吧 潘江说道 如今我娶了香鹅 我叫她在家中做烧饼 然后我再拿到街上去卖 在家中不愁吃穿的 潘文还要推辞 一旁的陈香鹅说道 二叔 请不要再推辞了 这是你哥哥的一片心意 倘若你不收下 你哥哥定会寝食难安 潘文无奈之下 只好接了那些言字 离家去京城赶考去了 她心里默默告诉自己 若是她日能高中 一定要报答哥哥的养育之恩 潘文离家的当天晚上 潘江想和妻子亲热一番 陈香鹅却说道 你急什么 我两天身子不适 还是改天再同房吧 陈香鹅说完 抱着被子去了另外一个房间 潘江有些无奈 看着样子 对方是打算和她分房睡 自从潘文离家以后 陈香鹅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待家里的时候 整个人看上去魂不守舍 而且白天的时候经常往外跑 潘江掐着手指头算了一下 她与陈香鹅已经成亲快半月了 不过却一直没有同房 她是个老实人 在妻子面前不敢说什么 每天还是像以前那样 天不亮就挑着烧饼担子出去叫卖 以前每天卖一袋烧饼 天黑之前就能赶回家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街上那些人见到她都躲着 烧饼卖到天黑也很难卖出去 卖烧饼类 热乎的烧饼 有一天 潘江正在街上叫卖烧饼 突然听到街上几个人在小声议论 她走过去听了一会儿 原来几个人说的是西蒙嘎 前几年娶了一个媳妇叫林婉如 对方是林知县的千金 林婉如嫁到西门家以后 一直未能生育 不过碍于林知县的面子 西门家也不敢说什么 可是前不久 林知县遭人陷害 结果被朝廷罢了官 因此林婉如在西门家的日子 也不好过了 经常被西门家打骂 林家小姐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当初林大人怎么瞎了眼 把女儿嫁给西门嘎这种人呢 潘江嘀咕了一声 替林家小姐感到惋惜 她挑着担子回到家里 去见妻子在厨房里面忙活 颇感意外 以前她回家 总是得自己做饭 妻子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主动热情过 陈香娥看到潘江回家了 她赶紧走过来帮着卸下担子 挽着对方的胳膊轻腻地说道 相公 我做了好些个菜 今晚咱们喝一杯吧 潘江有些纳闷 她在桌边坐下问道 娘子 今天是有什么喜事吗 陈香娥笑道 相公 当然有喜事了 什么喜事 弟弟高中的消息传回来了吗 潘江说着 激动地站了起来 没有 今天的喜事是我们的 陈香娥拉着对方坐下 然后倒了一杯酒继续说道 都怪我这身子弱 我们成亲多日 一直未能同房 今天我们就 陈香娥的话没说完 潘江蹭地一下站了起来 她瞪大了眼睛 一口干了桌上的酒问道 娘子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陈香娥一脸娇羞地说道 我既然嫁给了你 我们便是夫妻 倘若没有夫妻之时 让外人知道了 岂不是笑话 潘江听到这些话 觉得很有道理 一时兴起 又忍不住喝了一杯 陈香娥见状 赶紧给满上了 嘴里却说着 相公 我烧了几个菜 你边吃边喝 潘江被对方几句甜言蜜语 迷得晕头转向 一杯接一杯地喝下肚 直到不省人事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 她见自己身上 未穿一件衣裳 而妻子在一旁 哭得梨花淡雨 她顿时有些 不知所措地问道 娘子 昨天晚上 我 陈香娥看着对方 一脸埋怨地说 对方昨晚喝了太多酒 对她太过粗暴 潘江听了满是愧疚 昨晚她醉得不省人事 做过什么忘得一干二净 于是再三和对方保证 以后不喝酒了 一定会温柔的 陈香娥生着气不肯原谅 见对方过来碰自己 马上闪到一边说道 你别碰我 晚上你还是睡到二叔房里去吧 潘江听见这话愣住了 昨天对方还对自己浓情密意 怎么才过去一眼 又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她看着对方哭得伤心 心里不禁内疚起来 于是删了自己一巴掌说道 都怪我 都怪我不知道脸相惜欲 潘江认为都是自己的错 好不容易和妻子同房 一时得意忘形 竟然多喝了几杯 看样子 这一次对妻子的伤害很大 想要对方原谅自己 又不知要等到何时 经此一事 潘江每天晚上还是只能一个人睡 好像那天的事情 完全没有发生过一般 她如往常一样 每天起早做烧饼 然后挑着担子去街上卖 等到天黑才能回来 时光如梭 一转眼便过去两月了 潘江估摸着弟弟科举已经考完了 可是迟迟没有等到消息 有人说潘文一定是落榜了 没脸回来 可潘江不相信 她认为弟弟一定能高中 没有消息一定是遇到其他事情了 不过她再怎么说 外人也觉得是个笑话 倘若真的高中 不可能没有消息传回来的 于是大家都让她 不要再做什么春秋大梦了 还是把家里的妻子看住了 免得被人耍了还替人养孩子呢 原来大家都知道 陈香娥怀有深渊了 外面传言对方肚里的孩子不是潘江亲生的 毕竟每天分房睡 这孩子又如何能生出来呢 潘江听到这些话急了 上前与他们争论 气呼呼地说道 你们不知道瞎说什么 我和娘子同房过了 那些人故意打去她 见她急得脸红脖子粗得 越发觉得有趣 最后几个人扭打在一起 她被揍得鼻青脸肿 等人都散了以后 潘江一瘸一拐地扶起烧饼弹子 里面的烧饼都被打翻在地 占满了灰尘 她捡起来擦了擦 吹掉上面的灰尘 准备拿回去自己吃 这时候 一位乞讨阿婆走过来 看着她手中的烧饼 眼神渴望地说道 这烧饼能卖给我一个吗 潘江见对方可怜 拿了几块烧饼给对方递了过去 那乞讨阿婆将碗里的几个铜钱递给她问道 这些够吗 潘江挥着手说道 我不要您的钱 这烧饼刚掉地上了 卖不出去 粮食做得怎么卖不出去呢 就算卖不出去 你自己也可以留着吃的 我只有这些钱了 你收着吧 乞讨的阿婆看着她说道 阿婆 这钱我不能收 这几个烧饼就当我送给您吃的 潘江坚决不肯收对方的钱 说完便挑起担子准备离开 她刚走两步 那乞讨阿婆确一把拉住她说道 你明天卖烧饼 中午回家一趟 然后就躲在床底下 阿婆 这是为什么 潘江有些 连忙问道 你妻子有问题 他这是拿你当冤大头呢 你得留心那个西门嘎 他这些日子天天去你家买烧饼 西门嘎 他是西门家的大少爷 怎么吃得逛我家的烧饼 潘江是个老实人 根本没明白阿婆话中的意思 你照我说的做 听见什么 看见什么 躲在床底千万别出声 阿婆临走前又说了一句 莫名其妙的话来 潘江看着乞讨阿婆 对方好像在提点她什么 可是话又没有挑明 想到这里 她决定明天就按阿婆说的 去查个究竟 到了第二天 她和往常一样 跟妻子打了一声招呼 就出了门 然后等到中午去回了家一趟 喊了几声却没见妻子 这时候 她想起昨天乞讨阿婆说的那些话 于是将烧饼担子 放在猪棚用草盖了起来 然后她进到房间里 她在床底下藏了起来 没过多久 她就听到了妻子的声音 旁边好像还有一个男人说话 她侧着耳朵仔细一听 那声音实在熟悉不过了 正是西门嘎 官人 我肚里都怀了你的孩子 再过几月就要生了 你什么时候娶我过门吗 陈香莲语气娇柔地问道 小娘子 你别心急 要不了几日 那那婆娘就得死翘翘 到时候我用八台大叫 将你明媒正娶 西门嘎笑道 你小点声 别让外人听见了 陈香额一脸警惕地说道 我西门嘎有什么好怕的 就潘大郎那货色 我一只手也能给他扔出十米远 西门嘎无所顾忌地说着 潘江就是再傻 这一刻也明白发生了什么 原来妻子和西门嘎瞒着她有一腿 就连肚中的孩子也是西门嘎的 她终于明白 那一晚妻子为什么将自己灌醉 原来那一晚就是给二人偷情的打掩护的 好让她不会生意 想到这里 潘江气得脸色战红 再也忍不住了 她爬出床底 看着浓情蜜意的二人呵斥道 好一对狗男女 我跟你们拼了 西门嘎见潘江张牙舞爪地扑过来 她一脚就将对方踹飞了出去 然后冷笑道 你也不撒泡尿罩罩 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凭什么娶香额这样 如花似玉的老婆 你 你欺人太甚 我跟你拼了 潘江说完 爬起身来又冲了上去 真是找死 就你这点能耐 也敢跟我斗 西门嘎一脸得意 说完转身一脚 又将对方踹飞出去 直接把门窗都砸坏了 官人 不要再打了 再打就出人命了 陈香额想起潘江花钱给自己葬妇的事情 有些于心不忍地劝道 哼 一条贱命 死了又何妨 西门嘎满不在乎 说完抽出身上的一把刀 再次走向倒在地上的潘江 就在西门嘎一刀要劈下时 新来的张县令大声呵斥道 西门嘎 快快助手 西门嘎看见来人是张县令 停下来笑道 张大人 你来得正好 我不过来买个烧饼 他却想加害我 你把他带回去 关进大牢吧 好 给我拿下 张县令一声令下 手下几个官差迅速上前 确实将西门嘎给积拿住了 张大人 你这是做什么 快放了我 西门嘎一脸吃惊地看着对方 想不到对方为什么会对自己出手 张县令没有理会对方 确实低头哈腰地对着身后一人问道 潘大人 下官这样处置 您看如何 这时 房间里的几人才看清楚 原来站在张县令身后的人 正是去京城参加科举的潘们 弟弟 你终于回来了 潘江看见弟弟后 老泪纵横地喊了一声 哥哥 我回来晚了 让你受委屈了 潘文赶紧上前扶起对方 然后黑着脸扫了一眼房间里其他人 怒斥道 你们这些人 伤天害理 丧尽天良 本官一个也不会放过 原来潘文去京城参加会试和电视 最后高中了第三名探花 如今被皇帝钦锋巡抚 来太平县督办临县令被陷害一案 林县令被罢官以后 新上任的张县令和西蒙嘎关系走得近 可是在潘文这个巡抚面前 他再怎么也不敢猖狂 自然是要将对方给卖了 二叔 这一切都是西蒙嘎逼我的 我陈香娥见状 吓得跪地求饶道 哼 你这个蛇仙女人 哥哥好心将你父亲安葬 待你一直相近如宾 没想到你去忘恩负义 做出这等事情 潘文看着对方怒斥道 西蒙嘎被缉拿以后 被潘文查出 果然和陷害林县令一案有关 而且这些日子 一直在暗中毒害妻子林宛如 如果不是发现吉时 险些又害一条人命 真相大白以后 西蒙嘎被判蔡氏口斩首示政 而陈香娥虽然没有屠才害命 但是因不守复道 被潘将刺了一纸修书 按当地的习俗 最后背进了朱笼 林县令的案子被查迁以后 他终于官复原职 而张县令因往忽指手 被朝廷贬斥 这一天 林县令带着妻女来潘家道谢 当潘将看到林县令的妻子后 突然一声惊呼道 阿婆 怎么是你 原来当日的阿婆 正是林县令的妻子 对方曾经也是西蒙嘎的丈母娘 不过发现女婿做了那些 见不得人的勾当后 她便将此事告诉了潘将 提醒对方不要再被陈香娥所欺骗 孩子 是我考虑不周 险些害了你 阿婆有些内疚地说道 不 谢谢您提醒 否则我还被蒙在鼓里呢 潘将没有责怪对方 毕竟是对方的好心提醒 才让她看清了妻子的真实面目 如今 弟弟做了朝廷命官 潘将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值了 至于其他的 他并不在乎 后来 林县令和妻子觉得潘将是个老实人 值得自己的女儿林宛如托付终身 在问过两人的意见后 便将女儿嫁给了对方 潘将看到哥哥找到了幸福的归宿 如今林县令一案也查清 便准备回京赴命去了 临走前 他对哥哥潘将说道 哥哥 我此去京城 不知何时再能相见 不过我答应你 今后一定会做一个为老百姓请命的好官 潘将听到对方跟自己的保证 欣慰地笑道 有你这样一句保证 哥哥就是死 也不留什么遗憾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